中国在新能源汽车、锂电池、光伏产品等领域有优势 这不是中国政府补贴的产物 而是全球市场需求、技术壮心、充分竞争的结果 中国优质新能源产品为各国加快绿色转型 应对气候变化、缓解通胀压力 做出了重要贡献 美方所谓产能过剩 这不是市场定义下的结论 而是人为制造的虚假叙事 是美国搞保护主义 打压中国发展的右翼力证 恐怕过剩的不是中国的产能 而是美国的焦虑 如果说到非市场行为和不公平竞争 大家倒可以看一看 美方这两年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、销长通胀法 不仅对贴、明码、标价 而且充斥排他性、歧视性条款 这是市场行为吗 美方还以各种借口非法制裁 1500多家中国实体和个人 这是公平竞争吗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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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